大马路旁出现这个呲牙裂嘴的灰叶猴力牌 看上去十分吓人 不过这不是用来吓人的 而是为了要驱赶到处可见的猕猴 印度新德里将在9号到10号举办G20峰会 当局为了避免猕猴出来捣乱 像2018年这样大闹国会 现在新德里市政局不只在街头设立猴行力牌 还出动30多人的驱猴队伍 模仿攻击性较长的夜猴吼叫声 避免猴猴在峰会上节外生枝 坏了政府的形象 就在印度加紧赶攻美化新德里市区风貌之际 大陆外交部证实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会出席G团体 应印度共和国政府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9月9日至10日 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 20国集团领导人第18次峰会 对于这个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感到失望 外媒又怎么看这对峰会将造成什么影响 还有专家分析指出 习近平缺席有损国际政治领袖形象 印度则可能想趁机取代大陆成为全球南方的真正领导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